接着带你来看到花莲是一名男子 因为妈妈住院几千万元的医药费 压力过大 心情不好 想喝酒解闷 却到超商货架偷了两瓶酒 被店家发现后当场人张巨货 虽然嫌犯是第一次犯案 苦苦哀求店家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但因为店内的酒类最近经常被偷 而店家不敢大意 决定还是报警处理 而全案依照切到罪嫌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便利超商柜台前一名男子 对着桌上东西不断匕首画脚 一边和原警解释 因为就在刚刚他偷了货架上的两瓶酒 被店家发现当场人赃巨货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拿给你 你不用拿给我 你不止一次了 我第一次 恳求店家放自己一马 嫌犯乖乖从黑色蹄带 掏出偷来的酒瓶归还对方 根据了解这名许姓嫌犯 因为母亲住院又积钱医药费 压力过大之下想喝酒解闷 于是到超商拿走货架上两瓶酒 约台币三百多元 放入了手提袋内准备离去 但却刚好被店家发现 虽然嫌犯是第一次犯案 苦苦哀求店家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但因为店内的酒类最近经常被偷 店家不敢大意决定还是报警处理 想喝酒解闷但却是用偷的 这下当场被抓包 不仅没喝到酒还进了警局 真是得不偿失